在一片宁静而美丽的森林里 生活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 一天 年纪已高 行动略显迟缓的熊猫大眼 为了锻炼身体 它每天都要到外散步 阳光透过树梢洒在地上 给森林增添了几分温暖和活力 熊猫大眼慢慢地走着 享受着这片自然的美景 然而 走着走着 熊猫大眼脚下一滑 不小心摔倒在地 嗨 我老了眼神也不好用了 它自言自语地说着 可身体太重 就是起不来了 不管怎么用力 熊猫大眼依然纹丝不动 虽然摔得不重 但它毕竟年纪大了 站起来有些困难 路旁的一些小动物们 正好在附近玩耍 它们看见熊猫大眼摔倒的样子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游戏 开始议论起来 有一只活泼的小兔子 它看到熊猫大眼摔倒后 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天哪 熊猫大眼摔倒了 它用急促的声音说道 我们赶快去通知救护站 让它们来帮助熊猫大爷吧 一只小松鼠 显得有些犹豫 它缩在树枝上 抱着尾巴说道 嗯 可是 熊猫大爷年纪大了 我们还是别轻举妄动吧 要是弄不好 万一出什么大问题 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另一只刺猬 带着警惕 它躲在一旁 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去碰它 要是扶它起来出点什么事 到时候 它家人怪罪下来 我们可甩不掉这个麻烦 小路则走上前一步 它温柔地说道 我们还是赶快帮帮熊猫大爷吧 它肯定需要帮助 难道我们就这样 看着不管吗 然而 动物们的意见不统一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谁也拿不定主意 熊猫大爷躺在地上 虽然不至于太痛 但看着小动物们争问不休 它心里有些着急 还是救救我吧 你们大家把我扶起来就行 我不会怨你们的 只要我能起来 我会将我的所有好吃的分给你们 你们知道我多么珍贵吗 我的好朋友们都叫我是国宝 你们知道国宝重量级是什么概念吗 我有很多花不完的资本 还有很多最好吃的食品 可动物们丝毫没有被熊猫爷爷的话语所打动 它们暗想 我们为了救你 会被你家人赖上的 到时候我们赔不起你啊 你是国宝 可国宝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我们是同类 国宝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猎人山姆 一位住在森林边缘的猎人 正在附近打猎 他看到前面有一群小动物围在一起 似乎在讨论着什么 便好奇地走了过来 当山姆看到躺在地上的熊猫大爷时 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放下手中的猎枪 走到熊猫大爷身边 温和地说 熊猫大爷 您还好吗 让我来帮助您 小鹿健壮 也赶了过来 他弯下脖子 用自己的脚 试图帮助推起熊猫大爷 然而 熊猫的身体太重了 小鹿用尽力气 还是没能让熊猫大爷站起来 他喘着气说道 熊猫大爷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这么小 恐怕力气不够刺 魏一直在旁边看着 看到大家都在努力 帮助熊猫大爷 心中也有些不忍 他最终鼓起勇气 慢慢走过来 小声地说 要不我也试试 虽然我很小 但如果我们一起努力 可能会有用 他说完 四 魏也加入了大家的行列 用小爪子顶住熊猫大爷的身体 尝试着推他 可是 无论这些小动物们怎么努力 熊猫大爷依然躺在地上 无法站起来 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 脸上充满了无奈和焦虑 熊猫大爷看着这些好心的小动物 心里十分感动 但他知道 单靠他们的力量 是无法让他站起来的 听到山姆的话 动物们纷纷安静下来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山姆小心翼翼地与动物们一起努力 最终扶起熊猫大爷 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状况 确认他没有受伤后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小动物们 山姆转身对大家说 当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时伸出援手 而不是担心会有什么麻烦 不管它是什么原因 只要需要帮助 我们就要有一颗善良之心 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 只有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让我们的森林 更加美好猎人的话 引起了动物们的进一步思考 大家都觉得猎人说的有些道理 兔子感激地点点头 说 山姆叔叔说的对 我们不应该害怕麻烦 而是应该尽力去帮助熊猫大爷 松鼠和自卫也纷纷低下了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刚才的顾虑太多了 最后 熊猫大爷在山姆和小动物们的帮助下 安全地回到了他的家 他对山姆和小动物们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们的帮助 特别是山姆 你用行动告诉了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善良 熊猫大爷也得救回到家 将很多好吃的分享给大家 让他们品尝了美味加油 动物们感到熊猫大爷是那么可爱可亲 于是纷纷与熊猫大爷建立好伙伴关系 他们依靠了国宝大熊猫 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从那天起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害怕麻烦 不要害怕自己的力量不够 而是要勇敢地尝试 并且相信团结的力量 而是要勇敢地伸出援手 只有大家互相帮助 森林才能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和谐的家园 这个故事在森林里流传开来 每当有的动物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 大家都会齐心协力 不再犹豫 这片美丽的森林 也因此变得更加温馨而充满爱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